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js系列教程 我是朱家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商品管理系统的一个登录功能 上一讲的话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判断 对吧登录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们这一讲我们想实现的功能就是 你登录完成以后我们是不是要保存这个用户信息 这是第一步对吧 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想的是第一个叫保存用户信息 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没有登录 你不能进入我们这个product的页面 只有登录以后我们才能进入 那我们一步一步完成 首先的话登录以后我们需要保存用户信息 对吧就是你刚才要实现那两步 我们首先要就是登录以后我们要保存用户信息 那你如果进入到我们这个product的页面 或其他的一些页面的时候 我需要判断你有没有登录 我摸过来是吧是不是要用到我们这个express session 那我们刚给大家讲过对吧行 那我们把这个express session先拿过来啊 自己看我把这个session先拿过来 刚给大家讲过啊 然后直接放到哪呢 你就直接放到下边也行啊 那我们就放到这个下边啊 一点点来 这叫保存用户信息 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后台管理系统啊 后台管理系统安全性比较高 然后用户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用这个session还是比较好的啊 这叫保存用户信息 首先啊你首先第一步是不是要安装我们这个express session啊 那行那我们首先安装一下啊 自己看就在这安装啊 c npm install 我们这个express session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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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杷 最后你下边你找开他的中机键怎么配置对吧 那行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个配置中机键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时候的话我把它拿过来啊 这叫配置中机键 这也是相当于固定格式啊 你就按照这种鞋盘写 然后secret表示你啊 加密的方式任意一个字符串对吧 然后receive啊 receive的话就是表示啥呢 就是表示这个session没有修改的话 你也啊每次给他保存 那我们就按照他的force 然后save oninitialist 这个oninitialist 那我们这里边的话啊 就设置成处 这个比较傻意思呢 就是你未初始化session的时候啊 未初始化我们这个session的时候 强制把它重处啊 就是强制重处未初始化的session 那行那这里边cookie的话 cookie的话 你这里边secret处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没法设置了 也要注意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cookie去掉 对吧 另一种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是吧 在这个cookie里边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过期时间 比如说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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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age max过期时间呢 就是我们写个一千 一秒乘以上呢 乘以60 这就表示60秒 60秒再乘以上个 我们这个30表示30分钟 对吧 这就是maxage 就这样写就行 那这时候的话 你还想实现啥呢 还想实现就是 如果啊 如果它操作就是一直操作的话 比如你过期时间30分钟 如果它在这个30分钟之内 没操作 你是不是让30分钟过期 如果每次都操作 那你就是操作的最后一次时间 以后的30分钟以后 再让它过期 这个比较照 那我们写一下 叫什么来着 roying等于这个处 roying等于处 行那这时候就配置成功了 这就是express session 如果你忘记 你回头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 这个配置方法 看一下这个配置方法 这里边都给大家说的很清楚 对吧 行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哪里包错了呢 哪里包错了呢 那我们先不管它 appuse appuse 没问题 appuse express session 先不管它 那行 有保存用功需机 session配置成功 配置成功以后 那下面我们在这里边 登录成功以后 我要干啥呢 是不是要保存用户信息 保存用户信息 那我就session.谁呢 session.useruserinfo 我让session.userinfo等于谁呢 这时候 是不是要等于我们这里边返回的这个信息 那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数多 那我是不是返回的date下边的 date下边的零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对象 把我们这个对象 是否保存到session里边 这就是保存用户信息 那行 ok ok以后 这个用户信息保存 保存完成以后 那我们要干啥操作呢 我们想的是你没有登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没登录 它是吧 不能进入我们这些页面 如果登录以后 是不是才能进入 就你这里边 你看 我们现在还没做登录 我们直接 这个页面可以进 然后这里边 如果我知道地址 我这个produg的页面 是不是也可以进 所以这时候的话 要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程序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要做啥 是不是要做 学械的一个判断 要做我们这个 学械的一个判断 那仔细看 怎么做我们这个 学械判断呢 那这时候 我们想想 就是我们一初始化 我们这个页面 而且进入 所有的路由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判断 你有没有这个session 对吧 只有谁不判断 是不是只有longing longing和dolonging 页面不判断 所以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又要 用到我们这个中介界 用到我们这个中介界 仔细看 就是自定义中介界 然后判断登录 判断登录状态 那这时候仔细看 app点什么呢 use use这里边有一个function 然后function里边有个 有个req res 还有个next next 那这时候我们得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这个存在不存在 re 这个session.user.info 是不是存在不存在 那你看一下 那我们得判断 if这里边存在 对吧 存在 并且谁呢 并且它下边的user name 对吧 并且session sessionuser.info.user.name 如果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是吧 再继续现在之前 再继续 next next 对吧 那else else我们要做啥 是吧 else是吧 要跳转到我们这个 跳转到我们这个登录页 面 通过res.erect 跳转到我们这个logging 一面 对不对 是不是证物逻辑 就是我们进来以后 每次进来以后 我们都要判断 你这个有没有登录 对吧 如果没 如果登录了以后 我是不是让你next 继继续下转比较 如果没有登录 我是不是跳到long in 但是你发现这样的写法 是不是一个死循环了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logging 一面 你是不是不需要判断它登录 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 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判断一下 就是我们进来这个路由 到底是哪个路由 那你自己可以仔细看 那这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iq.url 我们看一下进来的是哪个路由 仔细看 那这时候我让next 继续下转执行 就是没请求一次 我们看一下iq.url 是个啥东西 仔细看了 然后我们这里边 你看我们这里边 如果是product走 是不 斜个product 如果是long in走 是不是long in 那这里边enemy 然后123456走 是不是一个dolong in 所以这时候你要看 什么时候不需要做这个缺陷判断呢 如果我们这个iq.url 仔细看 如果iq.url iq.url 等于等于谁呢 是等于等于斜杠log in 或者它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这个dolong in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 不需要做缺陷判断 我们直接是不是让它next 继续向上执行 那else的话 那如果是其他页面进来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缺陷判断了 else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判断了 仔细看 else 那我们这里边就判断 它有没有登录 怎么判断有没有登录 是不是就通过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session 就是这里边叫判断 有没有登录 就这么简单 如果登录 登录是不是这些信息 这个存在 并且谁呢 这个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是不是next 如果没登录是吧跳到login页面 这就是我们这个中阶界登录状态判断 还是比较简单 这就是中阶界的一个用途 大家看到对吧 那行 那我们运行一下 你仔细看 运行一下 仔细看了 然后这里边的话 你看我们直接product走 是不是跳到登录页面了 当我你看 我这里边说enemy123登录 登录失败 是没有登录成功 没有登录成功 你看我强制进进水 那进product的页面 进不去吧 当我进这个product的add走 是不是也进不去 但是你仔细看 如果我这里边登录成功 enemy123456 仔细看了 我点登录 告诉我 essonnotified 是因为sessionnotified session哪里写出了 在这里边写出了 其实已经OK了 再仔细看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仔细看了 然后login 我们没问题 然后product走 跳到login 然后product一个add走 跳到login 然后这里边 如果我登录 enemy123456 点击登录 走 是不是跳着到 我product的页面了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边 做判断了 如果你又要等于login 和dulogin 我让你继续现在执行 如果你是其他页面进来 那我就要判断 有没有登录 怎么判断有没有登录呢 就看你这个session 存在不存在 因为你只有 是不是执行登录以后 登录成功 我是不是才给你设置session 就是这么个原理 对吧 那行 那这样是不是就OK了 OK了 对吧 商品里面增加商品 是不是都可以了 都可以进来了 对吧 那下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登录完成以后 我们这里边还要写示 这个 写示一个叫用户的 一个信息 对吧 用户的一个信息 那下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 怎么写示这个用户信息 你仔细看了 那这时候的话 你是不是在我们 这个render的时候 要注意 在我们这个render的时候 是不是要给他传 我们这个 传对应的 我们这个数据 对吧 比如pordive里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把他这个 谁传过去呢 比如我叫user infer 对吧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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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er 给他传过去 user infer 等于谁呢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 session里边的数据 所以你这里边 是把直接 直接 当然这里边 我们设置的话 你会这种也可以 我们通过 iq 是不是设置 也是可以的 行 包括这里边 获取数据 我们是怎么获取 也是通过 iq 我们还是按照 正规的写 iq 这样去获取 当然我们刚才是 没有写 iq 也是可以的 行 直接session 也可以 你用iq 也行 行 那我们还是按照 iq 这种方式 如果这里边 谁呢 如果这里边 登录成功 它是不是给 session里边 有user infer 所以这里边的话 我们user infer 等于谁呢 是不是直接等于 iq session user infer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写 可以呢 因为你只要登录成功 session里边 是不是有数据 那行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到每一个页面 你要注意 你这里边 导航条是公共的数据 所以你每个页面里边 是不是都要写 都要写 那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是可以的 都要写 那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比较麻烦 你发现 是不是同样一个数据 在我们每一个模板里边 是不是都要用到 你是不每个里边都要写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 简单的办法 来配置我们这个数据 就是配置我们公共的数据 让所有的模板引擎 是不是都要用 应用我们这个 userinfer的数据 iq 行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水 用到我们这个egs里边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方法 叫app.locals app.locals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设置 比如说 我给大家来一下 比如app.locals.水 呢 点一个userinfer userinfer 等于我们这个 比如说 等于等于123 那这样的话 我一设置 那所有的页面都可以使用了 就这样一设置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叫egs egs 中 学局 设置 学局 数据 学局数据 就表示 所有的页面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就比如说 我在这里边进来 我们就直接在 跟下面配置就行 你仔细看 我这里边设置一个 比如说 这么多一对吧 那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 当然运行完这以后 我还需要在 膜板里边配置 仔细看了 那我在膜板里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userinfer 当然这里边包错 些不用管 可能还没反应过来 然后我们点到vios vios下边有个product 或者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有职业 有hender 你仔细看 我们就在hender里边 这里边有个商品 对吧 商品 那我在这里边输出一下 等于谁呢 等于这个userinfer 那我们看能不能输出 能不能输出 仔细看了 那我们这里边 重新运行一下 就表示设置 绝据数据 app.local 走一下 它应该跳到水 是不是跳到 如果跳到我们这个 如果跳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是不是就OK了 这里边告诉我 unexcept token 这啥意思 这里边还是有错误 被我给删掉了 对吧 行 那我把它再来一下 看来还是这里边有错 来再重新来一下 走 登录对吧 然后enemy 123456 走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以后 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11 当我点击商品列表 是不是都有11 那这就表示一个绝据的数据 这就是它这个好处 别小看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设置绝据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设置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这个userinfer非常麻烦 它是个绝据数据 那你是吧 你要在这个页面用到 比如在哪个页面 在我们这个破大的页面用到 你是不是这里边得写个userinfer 你看我里边写个11 如果你在add用到 你是不是还要写userinfer 如果不写是不是就报错了 仔细看 你看我们再刷一下 刷新一下 它又跳到login enemy 然后123456 走 在这里边没问题 但是我点击增加商品 仔细看 报错了 告诉什么 是不是告诉我们 找不到谁呢 找不到userinfer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userinfer 是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路由里边 也就是这个页面里边给它传值了 在我们破大概的add里边是没有传值 但是你这个hander页面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公共的页面 所以它都会用到userinfer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回头这个公共的数据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这个全局 就这样设置 行那既然知道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下边再继续 那下边的话 我们这个怎么设 我就在这仔细看 如果这里边ok以后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那我在这里边设置 设置公共的数据 对吧 就等于 我们这个userinfer 这是不是就是 配置 学局 学局变量 对吧 学局变量 可以在任何模板里面 使用 这就是好处 现在下面就有userinfer了 有userinfer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在hander里边 我们不是放到这了 对吧 那我们放到哪呢 我们是不是放到这 欢迎您谁呢 userinfer.user name user name 不信 我们一会再创建个用户 给大家看一下 user name 注意这个写法 然后这里边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的话 那我们这里边写个 应该是login login一个out 那仔细看一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可对不对 但是longin out 我们也写一下 longin out 这叫login 都longin 这里边 最下边 放到最下边 再写个longin out longin out 你可以 这个可以 可以get get就行 longin out 那我们怎么写呢 login out 我们是不是要销毁谁呢 sessio 是不销毁 sessio 它是不是就退出登录了 那你仔细看 怎么销毁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req.sessio session .dstory 销毁 然后这里边 是不是会返回一个ererror 对吧 或者你设置cookie的过期世界为零 也行 如果er 那就答应出er 如果er 那我们答应出这个错误 如果没有 那我们干啥呢 else 是不是要跳转 就是通过r1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个r1 跳转到登录页面 对吧 退出登录 是不是跳转登录 i s d r i d i r e c t 写个login 你不能直接写login 如果直接写login 它会目录有问题 因为它直接写 它相对目录 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这里边就写个 写个login 那行 来一下 走 那我们看 对不对 来 返回 返回 刷新 跳到登录 没问题 跳到登录 我出enemy 123456 点击登录 走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什么你好and me啊 点击退出登录 告诉我谁呢 iq.session.do 这是不是又写错了 这个 写错了啊 叫DSTRY 以下就写错了 我们上次好像就写错了 DSTRY 小会啊 来再重新来一下 然后这时候再来一下啊 但是回头我们正式开发的时候啊 我们先把这功能完善 正式开发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登录的这个 业症信息去掉啊 不让太麻烦了 然后登录成功 anemy没问题对吧 退出登录走 是不是long in 页面啊 然后再登录啊 anemy123456走 没问题对吧 行挺好 那下面的话 我们再插入一条数据啊 你看一下 那下面我们再来一条数据啊 我是通过db.user.insert啊 db.user.insert 谁呢 insert这条数据 比如这里边写个name 那user name 一定要注意 user name 等于一个比如叫张三 张三 然后这里边来一个水纳 来一个password 123456啊 password 然后走啊 行 ok 又多了一条数据 find一下两条对吧 两条 那这时候我用张三登录 我们看对不对啊 来 退出登录 切换用户叫张三 然后123456登录走 张三 是不是登录功能就完成了 当你退出登录啊 你看如果我们退出登录以后 你再进我们后台 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为啥呢 是不是有缺席判断了 进不去 但是如果你登录以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先进了 aname 然后123456走 是不是就ok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登录功能就基本完善了 当然这里边我们还有问题啊 啥问题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边的话 这个登录啊 我们是用的 这个密码是用的名文保存的 那这样肯定不合理啊 我们回到这个数据库的密码 是不是要md5加密啊 或者用其他加密方式 所以我们登录的时候 这里边登录的时候 我们待会的话 我们回头还得干啥呢 我们还得进行一个判断啊 就是你这里边 你不是直接去数据库查数据 你还要对我们这个数据进行加密 对吧 和我们这个密码进行判断 对比对吧 而不是直接名文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啊 行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这个登录功能 以及这个缺陷判断 就这里边啊 登录的这个缺陷判断 基本就完成了啊 基本就完成了